大家好,今天为大家介绍百香果,台农一号花朵构造 首先看到的是花梗 花梗延伸上去连接着三枚包片,边缘成锯齿状 果实成熟掉落时,包片会树存在藤上 花鱷,花鱷有五枚包覆并保护着花朵主要器官 腺体,腺体存在花鱷、包片及叶片肌部 分泌的密度可吸引蚂蚁取食 借此嚇阻蝶儿类产卵达到互利共生 接下来影片是利用缩时摄影拍摄花朵十分钟开放过程 百香果台农一号花朵盛开于每年3到11月 每朵花只有一天寿命 于每天9点半到10点左右绽放 并于晚上闭合 百香果花盛开后 画面上最吸引人的部分就是复花罐 一丝一丝的复花罐 最主要目的是吸引媒介昆虫仿花协助受粉 这些花丝恰是时钟的60个刻度 配合三根柱头像时钟的时针、分针、秒针 所以百香果花又被称为时钟花 花二、花二、花二外面是绿色的 内面是白色的 和花瓣相似 花瓣 花药 一朵花通常有五枚花药 花开时翻转朝下 里面充满花粉 里面充满花粉公寿粉使用 一片一样结实累累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按赞或分享给朋友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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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